台中社会名榜校服 对象是以视障 以及视多从障碍学生 虽然他们看不见 却努力的来找出自己的梦想 校方在几十年前 也组成了乐团 让有能力又喜爱唱歌的孩子 能够找到舞台 近年来参加的比赛都是屡获夹击 音乐疗愈了听众 也支持了他们的人生梦想 舞台钢琴 我很希望跟同学一起演奏 我要去参加世界大赛 就是唱歌 在舞台上唱歌 给我 给很多同学听 然后老师 希望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唱歌 给儿童们听 站上舞台唱歌 对于这群孩子来说 背后所要付出的努力 是其他人的好几十倍 视觉障碍没有打倒 他们对于学习的热情 反而让他们沉浸在 优美的音乐当中 找到充满自信的自己 我们的孩子 虽然他们有一些不方便 有一些障碍 但是他们在练习的方面 每一个都非常的努力 老师交代了作业 或是要他们回去练习的 而且每一次回来 都有练得很好 一百分 所以我真的每次都很感动 他们可以这么努力 听着老师弹奏的音符 开始练习不同音阶的歌声 这是一位团员 各自负责不同的声部 专注在每一次的练习中 他们是惠民学校乐团 从早期非正式的 受邀表演学生团练开始 到最近正式成立 惠民小小乐团 惠民乐团 到惠民学校乐团 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 但是对我们惠民学校的孩子来讲 其实他们是一个重要的潜能开发 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个活动 好 你们这里的休息 然后老师会弹第二部的 不能够直接看谱唱出曲目 老师必须花费更多时间 录制不同声部的唱法 同学们更是必须听过一次又一次 他们靠着敏锐的听力 听琴声数拍子 光靠着听觉跟触觉 熟悉整首歌曲 但在实际练习时 难免还是会遇到被其他声部 拉走的情况 他们必须要花时间 因为他们用听觉 所以他们有时候 在学一首歌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一张谱 我们可能快速翻阅 可能只要30秒 可是他们可能要完整 听完需要4分钟 所以他们花的时间 可能常常会是别人的好几倍 然后去熟悉歌词 熟悉旋律 熟悉拍子 又是别人的好几倍 因为他们完全就是用听觉去学习 在这乐团里头 每个人可是卧虎藏龙 有的人有着天生的好歌喉 而有的学生对钢琴情有独钟 黄一杰双手在琴键上漫妙飞舞 展现精湛的琴艺 一旁团员们开心的应声合唱 形成绝佳默契 我弹钢琴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很有幸去 而且学很久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试谱 所以他们必须要靠听觉 然后听钢琴的声音 去能够自己去数拍子 然后去熟悉歌词 所以有时候在分布练习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一个个去听说 他们是不是有跑拍 或者是抢拍 或者是拍子算不准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歌词不太熟悉的情况 墙面上张贴着满满演出的记录 惠宁学校乐团不只常受邀演出 近年来参与大小赛事 更获得不错的成绩 在练习过程中 优美的歌声不仅疗愈人心 他们也从中找到成就感 以及自信感 因为唱歌有很多的经验 比如说声音是由强到弱 那由强到弱这个声音呢 大到小是从强到弱开始 我就会感受到哪一个是强 哪一个是弱 我喜欢唱歌 而且我也喜欢音乐 我有学到打击的方法 还有打击的节奏 除了在音乐上的这些表现 他们在人际关系 还有自信心上 也可以提升很多 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他们这样的优势潜能开发 让他不同的孩子都能够在不同的工作 或者是甚至在机构或者家庭中 他们能够表现得更好 减少对别人的依赖 可以自己慢慢能够独立自己 惠宁盲笑乐团不仅挖掘孩子潜能 也开启他们更多元的人生选择 用优美的歌声唱出真济的情感 记者陈伯瀚 陈昭安 台中采访报道